大家好,我在外面走路 跟大家分享一些 前两天作为准 烂络的替我朋友 替我朋友租他房子的那些事 怎么选租客 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不许离开 一共15分钟 17分钟有点唠叨 不过非常的贴心 谁也不跟你说 这是第一手材料的 我就当了一把准 烂络的 我就把这些东西都写给你 下次你有好的 他回国了 然后丢下了一个一室一厅 让我帮他租 因为他知道 我以前在Makerage住过 曾经跟我的三个租客一起住过 所以他一定有经验 把他这个一室一厅 成功的租出去 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做这事了 到处优手好闲 没办法 那就硬头皮 把这个事给接了下来 他这个condition 就是差不多是一个 地上的basement 应该是nanny room 我们说nanny room 就是没有insole laundry 它的洗衣机 不在它这个邮件里头 但是在它的building里面 它是主人在前面住 它这个邮件在后面住 而且它没有炉灶 没有cooking supply 就是上面的排原机 和底下的这个gas stove 就是它这个烤箱没有 也就是说它做饭的 这些设备不齐全 不能做饭 没有ventilation 没有排风系系统 但是它要租到一个很好的价位 我就用两个比较大功能的网站 其中一个就是facebook的marketplace 你翻开那个小房子就有七七八八的出租的 这些图片就出来了 你就去找那post 你就去找那房子这一块 你把你自己information写在上面 比如说它是一时一清的 它有什么 比如说有炉灶 有insular laundry 你就把你自己的希望 比如说no smoking no party no sublating sublating 就是说你租给了它 它不在的时候 它又租给别人 当然在大学里头是允许的 后来我就把这些situation 我就一个个的都写在上头 我就post出去了 我就说 比如说 它主要是想给学生 因为学生这个群体比较单纯 就说单纯 它是adult student 不用你像homestay那样 去关心 去做饭 去有一个legal的right 要看护它 要去做guardian 他们是成人了 等于是他们out of time family 想自己独立生活 这样run的房子 那么我这个朋友呢 说那你就run他一个人 因为两个人会引起争端 万一一个人走了 另一个人他就不会再付这个房费了 这就有可能形成欠款 这是房 这是真实烂漏的nime 所以别做这个 两个人的如果不是夫妻 而且合法夫妻 你就别做这一个两个人一起租的这样 而且他们会把这个两个人和一个人 他对房间的毁坏程度 那就是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通常在广告上写 我觉得looking for一个student full time 还不能说female 因为在这个marketplace上 在facebook上 他是有不能有性别歧视 不能有年龄歧视 所以你这个female和就这种性别的looking for 可能有的人在其他网站可以做 但是在这个网站 你要尊重他的一个community line policy 所以我经常我就写一个full time的student 那有可能是大学student 也有可能是college 也有可能是大学里的PhD ILE student都可以算 那么clean的 responsible的 这都是大家的俗语 然后我说有时候lease是半年 对于我这个朋友来说 对我来说呢 我没有特别大的confidence 我说半年 后来我就说四个月 为什么我说四个月呢 因为college student呢 他们的一个term都是四年 就像我女儿他们SFU一样 就是四个月 那么对于一个fresh new 一个green 一个第一年的学生来 大学生来说 他们允许给你一次机会 一年这三个term全都在学校住 来领略大学的那个生活 还在不忙的情况下 去领略一下大学的方方面面 那么对于第二年的学生呢 就不给你这个优惠了 他就给你 你就要提前半年去reges 在网上reges 那你lucky了 你可以拿到一个apartment 或者是一个townhouse 和其他的孩子 有一个在一起share房子 这么一个independent 学习和生活的机会 那这个时候呢 就有好多学生 基本上要定四个月的 我之所以要去找这么一样 四个月的学生呢 是因为我觉得我就跟他说 我说四个月不长也不短 如果你不喜欢我 你要忍耐我 也就忍耐两三个月 ok 然后如果是我 对于我一个lander来说 第一个月 你肯定要是把你的deposit 就是房租的一半 和第一个月的房租给我 第二个月也比较好 honeymoon 第三个月 自己心里有所蒙动 去比较 有人骑驴找马 那我就 反正给你这个机会吧 我不是那种饿子烂怒啊 不管别人 因为他把这个责任给我了 那我就是 以我的personality 就说 你愿意走你就走 我也不扣你钱 咱们好说好散 因为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这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因为有的人 他专门是做租霸 他进来就不想走的 会给你提出千奇百怪的一些无理要求 那像我们华人来说 我们一般老老师在那里不声不息的 就在那里悄悄的 在那里 进出很安静 但有的人进来就要说 你这脏 那脏不影响我的精神健康 噪音很大 我睡不着觉 他们的 出发点就是错的 他就是有这种恶意的出发点 我们就说那种不是on your face 是你一种 就是不太honest的一种purpose来的 所以你要防着点 所以我们现在呢 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呢 就target上了 就放在了这个 full time的student clean 一个人住 现在narrow down这个范围以后呢 在选择租课的时候呢 就是说这些学生 我用什么样一种标准呢 那好 我for example 这个我选择了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学生 他是phd 他是给garman做事的 然后他给我 他看到了我的广告 他非常开心 他说真的很clean 很beautiful 很quiet 他真是他心里想象的那种 因为他现在在一个basement Vancouver那边离UBC大学比较近 UBC排名比较靠前 全世界 所以他大学里的宿舍非常近 很不好拿到这个spot 他现在住在他朋友的subleading这么一个situation上 那朋友要回来了 他就被赶出来了 所以他在找 哎 一下看我泡泡就出来了 其实我这个区 本阿比这个区 我朋友这个区呢 还是离他那个学校 要离上一个小时半 但是即使这样 他也愿意 为什么呢 因为离学校近的这些apartment 或者basement都非常昂贵了 几乎2000-2500 都是有可能的 2000块钱的 1500块钱 有可能是在跟别人share 那这是一个人的 而且他一个星期 所谓phd学生呢 不太容易 每天都上学 他是三天 还有一天是晚上 这笔奇葩 有时候这个老师不知道为什么 要安排到90点钟才上课 这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 原来我学 我女儿的学校 他也是这样安排的 有一个星期太奇葩了 有一天是安排在9点钟 但即使这样 我也迎来了 我这个意大利学生 我原来没有想过 要找一个其他国家的 也没办法 加拿大是 是multi culture 你要以平常新闻 来看待平等的 看待每一个人 所以我面试了几个人 另外一个也是其他大学的 另外一个学生也很好 任何问题都及时的回答 很有责任感 他从Kolona 就上次我做义工的地方 自己骑摩托车过来 是个男士 然后我看他也没吃饭 完了 drive了五个小时 才到我家 本来应该是四六点钟到 后来他说他没办法 因为高速公共路上堵车 我也很理解 他就八点钟到 但是一直在update 他的situation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他非常responsible 但是我跟他一见面 我感觉到他和意大利女学生比 女学生比较天真 你说什么他频频点头 虽然英语不是特别好 但是他能够让你说 而且很耐心的听 而第二个学生 给我的感觉 就是更mature一点 更mature一点 而且说话比较连贯 然后比较成熟 而且他也是本地人 比较了解当地的情况 就是接话比较快 有时候还让我 因为他的说话 而stop住 后来我就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 这两个孩子都还不错 其实我就面试了这两个 因为但是这个当中 我的手机就没停过 我那个意大利学生 就说请你接电话吧 因为我们有三五次 我这个广告 我插一句 我这广告是夜里给的 夜里头接下来的广告 发出的这几分钟 我的手机没停住 最后没办法 我要睡觉 我就把这手机给关上了 就这么火爆 所以在面试过程中 我就觉得 我就面试了这么两个人 但我心里就感觉到 我想要第一个学生 因为我trust 我innocent 因为第一个孩子 很简单 英语 他也是第一年来 给government做事 他当时就收了我 他挣多少钱 他上网 等了一下 我家的网稍有点慢 但也上网了 他收了我 他的工资 别人给开多少钱 而且他有professor 给他做证明 这样的 反正就是 你在找你的租客的时候 一方面 你听他说话 看他是不是真诚 看他的眼睛 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子 那我就 我就觉得还可以 我就要了他几项 几项basic information 那他后来当时就说 那我就给你这个订金 他订金呢 就是把这个房子先扣住 我就把marketplace上 这个广告也扯掉了 这必须得扯掉 否则的话 别人给你rating 说我们这个是要 有点像mbnb 那个信用评 评断方式 就是你给他评 他也给你评 看你response的程度怎么样 是不是真实 你也给他response 说我这速度还挺好 这是挺不错的一种 性语评断方式 也给其他 以后要 在租的朋友 有一种借鉴 所以 我最后 我跟我朋友打电话 我说我选了这个 我要给他看 我跟他说为什么 然后我朋友 也答应了 说咱们试一试 所以接下来 就是让他准备材料 来screen 他的background 他的幸运程度 那么对于我来说 我又借鉴了我其他做房地产朋友的一些建议 有这么几条 第一是他的身份 他即使是国际学生 他也有他的加拿大在本地的ID进出 比如说driver license 或者是学校的ID 或者是他怕passport 都要给你提供一套 第二个就是他的银行financial情况 你别看他说的天花乱坠 你还是要做一些细致调查的 比如说他的bank statement 要两个月的 要两个月的连续的 防止他 让你看他的银行不错 银行存款不错 他马上拿一笔钱过来 等你看完 第二天再拿走 所以要连续的两到三个月 到流水账 第三个就是 对于这个他本地学生来说 他又有工资 有part time 他有他的一些项目 他组于prd 是有一些part time的 所以你叫他连续两个月 或三个月的payslip 我们在加拿大呢 是两个星期一次 那么这样三次 就是六次的payslip 把这个要导 完了 我说为了你的隐私 你把你的账号cover上 留住你的名字 和你这个payslip的部分 最后一点呢 我觉得可有可无 就是说reference 我是这样想的 reference呢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他作为这个学生来说呢 他是有工作项目的 所以呢 我就让他的professor 或者他的co-worker 给他出一份 他是来学什么的 学多少时间 就是这个样子 大概他们会用他们的信封 也不能用平常的信 因为都是professor 他们会用学校的信 这样你从侧面能看到 他是不是在学校学习 或者是学校给他的receive letter admission letter 对于国际学生来说呢 他可能不一定能打工 但是呢 他父母有给他打钱 所以你可以从 他的打钱的记录 也是bank statement流水账上 也可以看出来 这样三到五个月的 就能看 因为一般这种国际学生 他either是student loan 或是父母的support make sure 父母的support 是源不断的就可以了 怎么样 咱们这个找租客和出租的 找租客过程 还是挺 怎么样 这个找租客的大权 很丰富吧 行也让我当然一把 Landlord 原来怎么说呢 当Landlord在加拿大 现在对Landlord的要求 也是收的口越来越紧了 因为很多政策 是保护租客的 所以你们在做Landlord的时候 Number one 一定要把住进门关 当然我知道很多朋友 是因为有一些疑虑 有一些负担 比如说financial方面 一定要需要别人来cover你的mortgage 对于mortgage helper呢 他们就根本不评判 也不筛选 所以到最后来 一个个要去法庭上 当我帮我这个朋友 去拿contract和agreement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就发现很多人就是脸色非常难看 在那坐着 或者互相 support 在问一些互相common的 issue 就不要走到这一步 但是呢 你也要多少知道一些 这边的policy 好 这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些 做Landlord的一些忠告 对你可以挣些钱 但是挣钱的同时你要房子 如果他不给你钱 他送你的时候 或者是你不给他修房子里面的设施的时候 一到有financial的 situation有fighting for financial的时候 那么人就会突变了 或者是他自己lost job的时候 人也会突变了 所以always prepared 我之所以给四个月就是说 狐狸的尾巴还没有露出来 这说的不好听 就是大家的忍受程度 三四个月还是可以的 可以收敛 对 行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我今天想走到一个 不知名的小院的后面了 不过好像挺忧性的 好 谢谢大家来听我续导 下次再聊 下次过两天 我是要去Gibson小镇 Wencora Island上面 还有三山口 我要去三山口的Gibson小镇 到那个时候呢 又有一些万种风情 跟大家来share 所以到那个时候 希望大家也过来来看我 周末愉快 开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